而在新北市有一名毒販 白天他是擺攤賣菜 但下午收攤之後 他的菜攤就變成了販毒店 而且他販毒的時候還相當的謹慎 因為店裡店外都裝有監視器 除非是首客他才會開門 而經過警方埋伏多日 終於在前天的下午發現嫌犯正在交易毒品 立即上前逮捕 貼鞠門緩緩拉開 透過監視器再三確認識認識的毒蟲 才開門讓客人進門 三蟲一名毒販為了躲避警方茶器 利用菜攤當幌子 下午收攤後立刻變成毒店 賣毒的過程是非常謹慎 還是會怕警方茶器 他有裝監視器 監控外面買毒者的身分 買毒者如果有認識的 他才會讓他進去 這名誠信毒販每天早上都跟妻子 一起在三重區永安北路的店面賣菜 不過等到下午兩點一到 妻子回家後才是他真正的生意上門 知道丈夫吸毒想勸也勸不了 沒想到更當其要頭 妻子也相當無奈 但為了養家養小孩 只能繼續擺攤做生意 他有那個脊椎炎 叫做脊椎炎 他說吃醫院開的藥有副作用 醫院開的藥有副作用 對 他就有這個理由 我也沒辦法 工作很認真 他做事很認真 不知道會發生這個事 對對對 警方埋伏多日在城南與毒蟲 進行交易時當場逮個正召 並搜出安菲他命48公克 以及吸食器等物品 送辦後 城南也遭到收押 本身就有毒品跟槍炮前科 現在又瞞著家人販毒被捕 不只是家人相當傷心 也讓自己再多背一條罪名 由DNTV楊子健李怡婷新北市報導